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好像约瑟 我还是说我们看约瑟的人生 你会觉得说高低起伏好像看小说一样 但是读圣经不是真的只是读一个故事而已 如果只是读一个故事 读完之后就知道说就是这样 反正当年有一个人叫做约瑟 他的人生高低起伏 他的人生像云霄飞车一样 然后读完圣经关起来之后 我继续去过我自己的日子 不是这样 我们读圣经 我鼓励你真的不要只是听恩典365 你要打开圣经来一起读圣经 而读圣经是要找到属灵的原则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主 在他没有转动的因而 他不会对寇上一种原则 然后转过去对另外一个人又是另外一个原则 不会 他是信实的 他说话算话 他做事是有统一的标准 他行事为人 谢谢主 不会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 求主恩待我们 你在读圣经当中 你可以看到神做事的法则 约瑟被拣选 他身上一定有一些道理 神不是没有道理的 神为什么拣选这样一个人 神为什么恩待这样的一个人 神为什么大大的使用这样一个人 一定有一些原因 而神使用一个人的时候 是怎么样祝福这个人 你找到了那些属灵的原则 你跟着去做 你一定也蒙福 同样的 有一些人 他们被神管教 如果他被神管教 也不是因为神今天心情不好 就揍他一顿 不是 一定是他做了什么事情 那个事情 抵触了神做事的法则 如果你看到了那个属灵的原则 你发现他这样做被修理 然后我也偏要这样做 你就一定被修理 因为神不偏待人 求主恩待我们 再接下去 你看到说 约瑟 约瑟身上有一些很美的一些特质 好像昨天说 在封年的时候 他得到智慧 剧炼 把这些 看起来好像是多的 很多人也许说浪费掉的 他把它剧炼起来 而到了荒年的时候 他就开仓 让这些丰富 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丰富 让许多的人 可以一起享受 多到什么地步呢 我读给你听 圣经上说 他说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 到那里去找粮食 你知道吗 全天下都在闹饥荒 神透过约瑟 神让他走过那么一段 很复杂的路 不是只是为了他后来 他做了埃及的宰相 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他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 后来他把他们一家 爸爸妈妈接来埃及 他们一家人 他的哥哥们没有被饿死 不只是这样 不只是满足他的需要 不只是满足他的家的需要 神透过约瑟 祝福列国 当时非常多的国家 因为他得到祝福 非常多的国家的百姓 因为他得到祝福 主也要用你 祝福列国 你不要觉得别开玩笑 我是谁啊 你要不要想想 十七岁的约瑟 可以想到有一天 神用他祝福列国吗 他恐怕 如果有人这样跟他说 他也说 好 我是谁啊 是 我们都不是什么 我们都是一些小人物 可是上帝的计划 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成就 问题是 你愿不愿意呢 神要用你祝福列国万民